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涡轮增压器增压传感器B电路故障是什么意思? 此诊断故障代码DTC是通用的动力总成代码。 它被认为是通用的,因为它适用于所有品牌和型号的车辆。 1996年以后,尽管具体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型号而略有不同。 代码P0239是通用代码,因为它涉及涡轮增压器升压传感器A电路中的问题。 尽管本质上是通用的,但不要以为所有车辆都一样。 OBDR代码不一定指向特定的项目,而是指向技术人员在该电路内搜索问题原因的可能区域,其中可能包括多种可能性。 所有代码为P0239的车辆都有一个共同点。 它指的是在特定RPM11CM电子控制模块编程的涡轮增压百分比与传感器信号值之间的不可接受的差异。 这两个值必须在接近范围内重合。 涡轮增压、强制进气 如何提高性能 涡轮增压器将比正常吸气条件下的发动机能够提供的空气多得多。 除了增加的燃油外,被迫进入气缸的空气量越大,功率就越大。 通常,在专门为涡轮增压设计的发动机中,涡轮增压器可将马力提高35%到50%。 常规发动机的组件将无法承受强制进气所施加的压力。 涡轮增压器具有很高的马力,对燃油经济性几乎没有或没有不利影响。 它们利用排气速度来推动涡轮增压器,因此从本质上讲,它是自由马力。 这就是好处。不利的一面是,由于种种原因,它们会遭受打击并往往在无法预测的时间失败。 当只是涡轮增压器出现问题时,请尽快解决。 涡轮增压发动机极大的夸大了由于压缩空气量引起的发动机问题。 切勿拧紧废气旁通罚或尝试对涡轮增压汽油发动机进行任何改装,以增加增压压力。 大多数发动机上的燃油和正式曲线将无法适应高于正常的增压压力,并且会发生发动机损坏。 注意,此故障诊断代码基本上与P0-235相同,后者表示A型涡轮增压器。 症状P0-239诊断故障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将设置代码P0-239, 这仅表示该电路中某处存在问题,无法进行正确的升压控制。 可以设置于此故障有关的附加代码,每个代码都属于电路的一部分。 发动机可能没有加速。 增压压力表将显示不足9磅的增压或超过14磅的增压。 两者都超出范围。 涡轮增压器或管道发出异常的呜呜声或嘎嘎声。 可能会出现发动机暴震传感器代码,表明由于气缸盖温度高而发生了暴震。 发动机可能会表现出整体动力不足。 排气中冒烟。 火花塞结构在巡航速度下,发动机温度异常高。 废弃门触发出嘶嘶声。 原因Turbos通常以令人难以置信的10万至15万rpm旋转。 它们对不平衡条件或轴承缺乏清洁油的容忍度最低。 该故障诊断代码的潜在原因包括, 进气气管真空泄漏空气滤清气变脏排气门不良卡住, 打开、关闭或泄漏到主轴轴承的供油量不足供油或回油管阻塞。 轴承故障会由于阻力而导致旋转不足。 轴承中的晃动导致涡轮机叶片撞击涡轮机可体。 涡轮液片出现缺口、弯曲或缺湿,导致不平衡情况。 从涡轮中的机油和堵塞的塞子可以看出, 涡轮的压缩机侧的油风泄漏。 涡轮轴末端间隙过大中间冷却气不良进气管与节气门体的连接松动涡轮机可体中的裂纹排气气管与涡轮螺栓的连接松动。 涡轮增压传感器的电气连接不良。 传感器和ECM之间的传感器限速短路或断开。 传感器或ECM5V参考驱动器不良。 诊断步骤和可能的解决方案根据我的经验,诊断流程始于最常见的涡轮问题,而系统的进行故障诊断的可能性也最小。 需要简单的工具,例如真空计和百分表。 确认发动机运转正常,没有火花塞熄火,没有与暴震传感器故障相关的代码。 在冷发动机上,检查涡轮出口,中冷气和节气门体上的软管夹是否紧固。 尝试使涡轮在排气法栏上摇动,以查看涡轮是否紧固。 检查进气气管是否存在任何形式的泄漏,包括真空软管。 从废气门上卸下执行臂。 再寻找卡住的阀门导致声压下降的同时手动操作阀门。 在进气气管中找到一个非端口真空,并安装一个真空计。 启动发动机,怠速时,发动机必须具有16-22英寸的真空度。 如果催化转化器的数量少于16,则催化转化器会变质,并且无法建立增压器。 迅速将发动机转至5000rpm并放开油门,同时观察真空计,因为它显示增压压力。 如果增压压力升至增压压力的19磅以上,则您的废气门降会不好。 如果增压不能在14-19磅的增压之间上升,涡轮本身就会出现问题。 关闭发动机,使其冷却。 拆下涡轮增压器出口软管,看一下涡轮增压器内部,以查看叶片是否撞击外壳侧面。 寻找涡轮中弯曲或缺失的叶片或机油。 用手旋转叶片,寻找摩擦或阻力,表明涡轮故障。 检查从发动机钢体到中心涡轮轴承的油管以及从轴承到油底壳的回流管是否泄漏。 将百分表安装在出口涡轮机头上,并将涡轮轴移入和移出。 如果末端间隙超过0.003,则中心轴承有故障。 如果涡轮通过了这些测试,那就很好。 使用维修手册使用电压,欧姆表测试生压传感器和线数。 找到从ECM到传感器的5V参考电压并确认电压。 没有电压表示线数开路或短路或ECM损坏。 找到从生压传感器到ECM的正确参考信号并在RPM上升时确认电压变化。 没有电压上升表示传感器损坏。